你们一家人和睦 风水又好 本来天府城这边 还要给你发奖章 还要请你去开会 做一些报告的 但是考虑到灾后 重建工作的原因 还有我个人原因 要离开几天 所以今天特意过来了一趟 好小子 真有你的 比我强太多了 帮你小舅我解决了 女儿的问题 我真不知道 咋感谢你才行 小舅 你喝醉了 你当初帮助我家的时候 可没想过要我们什么回报 现在我帮助你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 一码归一码 好小子 反正小舅真的是佩服你 以后你让小舅上刀 山下火海 我义不容辞 好了小舅 你和小巷联系一下 让他抽空来找我 这几天 我都在家里等他 时候不早了 你赶紧和小舅妈去睡吧 别想着什么多 把这里当成你家一样就行了 我和你一起睡就行了 我晚上睡觉打葫芦 这咋行 你和你老婆孩子一起睡就好 这话听得刘真点 对赵国庆越看越感激 按照朝阳村的规矩 客人是不能夫妻住一个房间的 但是赵国庆这样做 就是把刘真点当成了家人 根本就没当成客人看 第二天小巷就来了 两人说起了一些闲话 小巷 你对邹家了解多少 还有若兰出事 是不是邹家的手笔 这次你应该能够告诉我了吧 原本邹家就和夏家 一直在大院里生活 说夏家的事情和邹家有关系 这个我不敢说 我只是知道一件事 也许和夏家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关系 我记得夏老爷子在生病前两天 和邹家有碰面 他们聊了一会 谈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夏老爷子那天很不高兴 路上一直没说话 后来就让春怡做了点家乡菜 这时夏建国来了 跟夏老爷子在书房里 待了半个小时的样子 期间我听到有茶杯摔碎的声音 没几天夏家的老三好像是回来了 我被安排去买菜了 刚回到院子 就看到老爷子被送去医院 我当时想 夏建国是老爷子的亲儿子 这个世界上哪有亲儿子会害老子的 老爷子出了状况 他心底怀疑我们这些身边的人 用自己的人也没什么不妥当 我就没想那么多 谁知道 过后我想见老爷子都见不到 原本以为是邹家 现在看来夏家的这两个儿子 倒是有很大的疑点 可是小向也说了 哪有儿子会害老子的 难道真的只是求 但是若兰家死又是什么原因 小向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以后要是有啥事可以找我 嗯 我也没啥事 我就是惦记夏老爷子 你以后有机会见到他 告诉我一声 我知道他还活着就好了 好 我答应你 如果我有机会见到夏老爷子 我一定会告诉他你的情况 那你知道若兰现在在哪里吗 嗯 我猜想他应该在港岛 因为他的小姑在那边 具体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小向 真的是太感谢你提供这个线索了 小向走后 赵国庆思考了许久也没什么头绪 他想起来夏若兰 好像听到夏若兰对他说 遇事不要慌 掏出手机发的朋友圈 难道 难道是夏建国还有若兰的三叔 想让若兰联姻来巩固家族的地位 然后若兰逼不得已用假死来 逃脱他们的束缚 肯定是这样的 邹家后代只有邹光华这小子像样 其他不足为虑 邹光华 杀 夏建国 杀 还有那个三叔 杀 欢迎欢迎啊 欢迎那些的同志来我们港岛有玩 咦 连老板呢 来港岛这边都不和我这个老朋友 大声招呼就走了 你说的是跑船那个吗 你和他认识 要替他出头啊 同志这话怎么说 你们坐着林老板的船过来 难道和他不认识 当然认识 跑船里嘛 死要钱一个 开口就赶向我们要几千块 这不是玩我们吗 不过走的时候 我送了他一颗子弹 希望他的写质够多 能趁回到家吧 听你的意思 你和跑船里很熟啊 兄弟 你们是大圈的人 什么大圈小圈的 听都没听过 我们兄弟来赶岛就是玩的 倒是你 你拦着我们想干什么 哎呀 又想起来了 跑船林在船上一直说 船费不是他要的 而是港岛这边有人要收子 他说的不会就是你吧 不不不不 不会 都是不会 我们没别的意思 只是看到各位同志港岛 人生地不熟 来帮助你们的 兄弟 怎么称呼啊 赵 赵国庆刚想说出自己名字又感觉不得 为了保险起见 编了个假名字讨设一下 叫我量载就可以了 好名字啊 敌人鱼头标 兄弟叫我阿标就行了 阿标是吧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道上的人 无视先殷勤之定是我可不信 你对我们兄弟搞这么大的阵仗 到底怎么个意思 我听跑船林说 这边有人会找我们收钱 应该就是你吧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不是什么大圈的人来港岛是游玩的 江湖人吗 我们也不是 兄弟你这就有所不知了 大圈并不是什么组织 就是我们对兄弟你们这样过江龙的统称 我当然知道兄弟你们是来玩的 大家心照不选了 你们以后有什么好生意 我们还能够合作呢 我鱼头飙着你 虽然是实力不济 也没本事做什么大生意 但我们和联盛友啊 不管兄弟有什么货物要出 不过来的统统收 加个包装的门衣 感情他把我们一伙人 弄成吃大茶饭的吗 这么热情是想收货 这小子还挺会做生意 难怪到了新世纪 这小子能做老蛋 好 如果以后我有什么货物 第一个就找你 没经过这个 thumbs up 没经过 你怎么过要好 门的那里 就让我来说 这还没示唬